男孩为了躲避追杀 伪装成了稻草人 可当村爸发现他后 并没有拆穿 而是示意所有小弟 拿起手里的家伙 此时的男孩慌张到脚底 结果下一秒 他们就对着男孩 霹雳胖胖的射击过去 赶紧点赞加关注 评论区狗头保护 但很快 小弟就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 原来男孩是个智商 只有七岁的智长 这天 他就下了一个 被狗咬伤的小女孩 可女孩妈妈却认为 是他伤害的女儿 紧接着女孩父亲 就对他展开了追杀 很快男孩就逃回家了 可他智力低下 根本解释不清缘由 在得知有人追杀他时 妈妈让他赶紧躲起来 就像玩捉迷藏一样 没多久村爸就 带着兄弟们追了过来 眼看田地里 只有一个稻草人准备离开 但猎犬却一直对着 稻草人不停撕咬 当村爸走进后 果真察觉出不对 为了给女儿复仇 几人直接把男孩 打成不要紧的筛子 可没想到的是 这时警方打来电话说 女孩是被狗撕咬之伤 根本不是人为 可他们已经杀了一个 无辜的好人 正当小弟们瑟瑟发抖时 只见村爸不仅不害怕 随后直接拿起一个 钢插架在他身上 因为只要伪装成 自己是正当防卫 就不会被法律制裁 可被冤死的稻草人 并没有离去 终极的复仇者之夜 才正式到来